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专业均有正式的认证 这些的认证机构包括美国南部大学联盟的认证 也就是SACCOC的认证 CIU也拥有美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认证 也就是CHIA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的认证 CIU开始从本科到博士多个学位课程 CIU同时也获得中国教育部的认可 被列入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的名单 2022年 CIU成立了KIFA学院 The KIFA Institute KIFA学院 The KIFA一词 是GIFA也就是CIFAS的亚兰文的形式 其原意为磐石 我们使用这个名字 是希望我们的毕业生 将来能够成为转化社区的兼顾的基石 该学院的主要功能 是整合本校已有的国际项目 在行政上统一管理 并进一步优化发展协同运作 CIU过去100年所累积的认证资格 全部延伸并覆盖到KIFA学院的所有学位 也就是说学生在KIFA学院所获得的学位 和留学到校本部英文课程 学习所获得的学位 是完全一样的 KIFA学院所秉持的是全人教育的理念 具体而言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是真理教育 也就是veritas 这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信仰层面的教育 也是健全人格的根基 第二是品格教育 也就是virtual education 这个层面培养学生在道德审美 及常识方面的高尚的品位 目的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第三个层面是专业的素养 也就是追求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卓越 KIFA致力于邀请行业内的优秀的师资 把学生培养为具有竞争力的行业翘楚 总而言之 KIFA所提供的是以追求真理为根基的博雅教育 同时追求在专业方面的卓越 KIFA学院的理念是优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 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 通过网络平台以受众可以承受的学费 发放给符合录取条件的学员 主要针对的是全球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 通过扎实的职业技能培训 以及道德公益素养的栽培 鼓励学员扎根社区服务社区 进而转化社区 我们真诚欢迎海内外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一同来参与本项目的教学与建设 本项目目前正在招收客座教授和助教 欢迎学有专长的朋友们来申请 KIFA学院目前已经开设的专业 包括临床心理辅导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 也就是MBA 在2023年的秋季 将开设MA in Cybersecurity 也就是网络安全管理方面的硕士 并在2024年的秋季 KIFA学院将启动本科项目的建设 本科项目所包含的专业 有心理学 商学 计算机 教育学等等 KIFA学院的教学 有以下特色 首先 我们使用的是中文教学 让大家在学习中 没有语言的障碍 然后我们使用的是申请制 不需要联考 当然我们也有严格的 申请入学的标准 我们致力于 优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 教育的质量非常的优秀 但是价格相对便宜 也就是性价比很高 我们所有线上线下的学位 都具有权威的认证 毕与后可以获得 与美国校本部就读 同样认真的学位 我们采用线上线下教学的方式 时间相对灵活 工作学习两不务 在课程发放的形式方面 采用录播客和教授 面对面相互结合 互动性很强 教授一般每周都跟学生 通过Teams或者Zoom视频 与学生互动 回答学生的问题 我们项目里面所有的课程 这些的任何老师 都拥有博士学位 并且其中不少是终身教授 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我们拥有在线的课程讨论 目的是建立教授与学生之间 有效的互动 我们有录播的视频课程 帮助学生了解基本的概念 理论方法和模型 我们有丰富的阅读的资料 让学生接触前沿的案例 理论和观点等等 我们也有各种的课程的作业 内容形式丰富多样 帮助学生做到理论与实践 有效结合 我们也有学生之间的 在线讨论互动 提供同学和老师 随时彼此交流 彼此学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KIFA学员的 临床心理辅导硕士项目 本项目的学员 在完成所有课程之后 将获得哥伦比亚国际大学 心理咨询的硕士学位 也就是Master of Arts in Counseling 本项目正在寻求IRCEP 也就是International Registry of Counseling or Education Programs 国际心理咨询培训项目的认证 此外 我们也与美国纽约的 Albert Ellis Institute合作 选修该证书项目的学员 可以获得AEI 也就是爱丽丝研究所的 所颁发的理性情绪 行为疗法证书 本项目毕业的学员 将掌握系统完整的理论知识 和优秀的资讯技能 适合在各种心理咨询单位 比如学校 医疗机构等等 进行个人辅导 婚姻辅导 儿童及青少年辅导 并对上瘾问题 创伤问题 等多种需求进行治疗 2023年秋季 KIFA学院全新推出 网络安全管理硕士 也就是MA in Cybersecurity 欢迎拥有相关基础知识的人 来申请报名 这些相关的领域 包括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工程 信息工程 电器工程 或其他相关学科 本项目开放少量的名额 给非技术领域专业的申请人 只要你不为电脑操作 有专心学习 接受训练的心智 都可以来申请 整体学费 大概6万人民币左右 当你获得相关的 网络安全认证之后 就可以在世界各地 寻找工作 我们希望KIFA学院 培训出来的 网络安全管理的学生 不仅仅装备最先进的 网络安全知识技术 还有一个基于真理的 健全的三观 为这个混沌的世界 诸如一股清流 学生们除了学习三门 哲学思辨课之外 在专业课程中 将会学习到 计算机网络 作业系统 资料库 计算机结构 自动化网络安全防护 如何制造密码 进行加密等相关的知识 学生还会学到 跟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 以及各种的伦理法规 PIFA学院的工商管理 所师也就是MBA 我们这个项目的老师 都是在北美 澳洲 英国等地的商学院教书 其中很多是 Tenure Track 也就是终身教职的老师 这些老师 非常难以请到 但是他们都愿意 到这个项目里面来任教 并且很多是义务的 或者是零售 很微薄的薪酬 原因是他们心里 怀着跟我们一样的 优质高等教育 平民化的这样一个理念 这是我们拥有 很高的教育质量的保证 你可以去看 我们的师资的阵容 我相信这个是 一个很客观的描述 在保障 高质量师资的前提下 我们希望在教学方面 在学费方面 也是平民化的 就是用社会普通民众 所能承受的价格 来发放高品质的教育 上次我们请到 原来在香港大学商学院 任院长的张介教授 他在给我们办讲座的时候 提到 说他在香港大学任职的时候 曾经跟伦敦商学院 和哥伦比亚大学 联合开办过一个 EMBA的项目 要拿到这个学位 大概要花120万港币左右 而我们KIFA学院的 MBA项目 所有的学费加起来 大概是在 6万人民币左右 相比之下 我们的学费 大概是他们的 15到20分之一 但是 学生们所领受的 教育的品质 学位的含金量 其实都是类似的 当然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学生们之所以 能够享受 这样高的品质 这样低的学费 很重要的原因 是大部分的学费 已经被资助人 吸收垫付了 我们的捐助人 和基金会 跟KIFA学院 有着同样的 服务社会的理念 我们在办 这个项目的时候 盼望我们 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能够认同 我们的教育理念 也就是大家 从这个全员 来领受恩典 我们也盼望 我们将来的毕业生 能够成为感恩的人 感恩的方式之一 就是回报社会 另外一方面 也希望我们的学生 将来学有所成 记得母校 记得这个项目 回馈给学弟学妹们 资助这个项目 帮助我们 一起来发展 形成一种 良性的回馈机制 KIFA学院 所盼望的是 大家不仅仅 来这里拿一个学位 更是在 人生的设计规划 以及对整个社会的 贡献的方面 我们结成一个团队 携手 共情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 看到我们的联系 的方式 欢迎学子们 前来报读 CIU KIFA学院的 各个专业 并以各种的方式 参与到 这个项目中来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谈这个题目呢 题目叫做 最不想发生的事 谈自杀 似乎在讲起来 这件事情呢 也不是非常想讲的 一件事情 我从事精神医学 接近50年 每次谈到自杀 都有很多心有气息 看到很多 我周边的心爱的朋友 结果自杀了 不管他是我病人 或者我的朋友 结果他自杀了 今天要跟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自杀的问题 我们谈一下自杀 在第二次大战以后 所有开发中国家 自杀死亡率 一直列在 十大死亡原因之一 当然中国也不例外 十大死亡原因之一 一定里面有一个是自杀的 在亚洲 本来自杀死亡率 是十万分之八 左右 到24世代大战以后 增加到15 所以24世代大战以后 1950年以后 有很多研究在研究这个 所以亚洲国家 就是日本 韩国 台湾 香港 中国 这为什么会有一倍的增加 这会不会再继续增加上去 当然在1950年 到1980年 90年 有很多的研究 为什么会提高一倍 那已经追踪到现在了 二零二几了 似乎好像就停 似乎好像就停留在 跟世界差不多 就是在十万分之十五 看 欧美国家类似 自杀是一个 值得高注意的 心理 精神 卫生 社会 或者还牵涉到很多 社区需要关怀的问题 比如它是个医疗问题吗 也是个公共卫生问题 那自杀是应该预防的 但是啊 也是防不胜防的 我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 这是防不胜防的 有很早的研究就指出来啊 90%以上 自杀死亡的案例 合并有精神 各种不同的精神疾病 这个是台湾的 镇台湾教授啊 就把一个一个自杀的案例 把它收集起来 都去把它过去病死啊 通通做完整的整理 就发现这些自杀的案例啊 我们都把它过分简单化 所谓过分简单化呢 他失恋了 所以自杀了 他考试失败了 所以自杀了 他失业的自杀了 你如果把它中和全部去把病死 整个收集完整了以后 就发现下面这些疾病了 双向症啊 抑郁症啊 物质滥用啊 酒精滥用啊 精神分裂症啊 人格伟长啊 是最大中 就90%以上的人 有下列这种疾病 甚至 下列这种疾病的人呢 有些的诊断要点里面 就包括自杀 比如说抑郁症的诊断要点就有 自杀 诊断要点就自杀 抑郁症 就自杀 自杀倾向自杀 所以 这个 自杀到底是一个症状 还是一个现象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什么表征 下一张 一个正常的社会 我们一般来讲 在我们周遭 不讲特别高的地方 我等会告诉什么地方特别高 一个正常的社会 正常一般自杀 10万人分之15 但自杀 爽率都用10万人来算的 10万分之15 有些精神疾病 哪些精神疾病 我就不去标明了 他一生的自杀倾向 什么叫自杀倾向呢 是我已经着手自杀 但是自杀失败了 我去上吊 结果绳子断了 我去跳楼 跳楼 结果跳下去啊 跳到棚子里面 弹了一下 然后又没跳死 这样的叫做自杀倾向 这个人啊 一生自杀倾向 有20%到50 或者写 大概你可以看 20到50 25到50 我去吃药自杀 结果吃药自杀 他不太懂药 整瓶药吃下去啊 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人啊 这个把整瓶药吃下去啊 送去啊 吃的不是会使的药 但是终其生啊 到最后啊 还是死于自杀的 要15% 一个10万分之15 一个15% 差了1000倍 所以就相当被怀疑 自杀可能是精神症状 精神疾病的一个症状 所以精神疾病的一个症状 我现在在这买了个普比 自杀相当是精神疾病的一个症状 下面有两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女性的自杀倾向较男性高 两到三倍 女性会去自杀 但是常常没有成功 那比男性高 男的自杀成功的呢 比女性高一倍 男人说要去自杀就死了 那女性自杀倾向比男性高 两到三倍 这个可以晓得的 因为女性的得忧郁症的 抑郁症的 要比男性高两到三倍 那 但是女的采取自杀 要比较温和一点 男的自杀 常常自杀就 自杀真的死了 这我们要注意在性别上的 这边还有比较很多了 宗教啊 什么东西 社会地位的东西 我们不在这边 去详细的比较这种东西 下一章 先告诉诸位 自杀是防不胜防的 如果决定想要死的人 总是会想办法 达成这个愿望 我一个病人来了 他爸爸送他来住院 才十五岁一个女孩 我来住院了 我再三叮咛他 我说你一定要在旁边陪着 你如果不陪着他 我不收这个病人 因为他有很高的自杀倾向 他爸也讲了 好好好 自杀 过一下 他就来跟我讲了 他少带一点东西 他回去拿 哎呀 我说你绝对不能给我回去拿 你要在旁边给我看着 他说我家很近啊 我就骑个摩托车出去啊 大概二十分钟我就回来了 嗯 结果他拿什么东西自杀呢 就用床 就用床单啊 那个床 这个床栏啊 绑着在床栏旁边 就是人是 人是根本没有掉上去啊 人没有掉上去啊 就人醉在上面就死了 就人是凭着的 人是凭着的躺在地上 人头是醉在上面就死了 哎呀 真是等到他爸回来了 他的女儿死了 当然在他爸爸还没有回来之前 我们已经把他女儿解下来了 真是就是 就是人走了十五二十分钟 哎呀 真的 才刚刚在住院 就是 就是半个钟头之内的时间 还有啊 这个 我 我们有那个 病人要出去运动的时间 运动的时间啊 这个 就外面有一个水管啊 外面有个水管啊 水管拿来那个 那个碰外面那草地的 总共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个半公尺吧 这么矮一个地方 我们病人就用 就用那个水管 趴在旁边 掉在那水管上死掉 过去我们有个很老的病吗 每个病房都有铁窗 铁栏全部全部看看 只有我们办公室那个铁窗啊 没有铁窗 病人平常看不到那个办公室铁窗啊 看不到那个办公室啊 我们圣诞节很高兴 当时还请了很多明星来了 来 因为我们要办这种活动 我们去请明星啊 他们都会 呃 来 唱个歌 他们就走了 有个病人就 所有的铁窗 就是那个窗子没有铁窗 他就 晚上 到二楼来 听那个 表演 自己的表演和外宾表演 就 自由落体 快速冲锋 头 撞过去 撞过那玻璃窗 就这样下去 当了 我都不晓得那个窗子没有铁窗 就撞完了我才晓得那个窗子没有铁窗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绝对有效的预防方法可靠的方法 所以我们有新的病房啊 这水管的开关啊 离地15公分 水管的开关离地15公分 水管龙头啊是只有凸穿一个头 你什么都不要掉 这个 那个玻璃啊是砍在墙壁里面的 我们散过太多档了 就是 弄病人弄了50年了 啊 自杀的念头啊 在脑海中不断地回荡 某些病人啊 会一生中间啊 绝大部分的时间 自杀两个字 永远是他的选项 他解决问题的时候 自杀两个字 永远是他的选项之一 当他在处理问题 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啊 哎 这个 这个自杀两个字 就会跑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自杀是 在你很多 防防防防防防防 我看过一个比较麻烦的 一个自杀的病人啊 喝完农药再跳井 喝农药再跳井 从井里捞起来啊 还活着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还活着啊 我们还救救救救救 他要把舌头咬掉 我们就找牙科借那个张嘴器啊 把它搬搬搬开 搬的不够大 他一咬就给你吐出来了 只好搬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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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到最大 搬到一个晚上八个小时 把那个 帮他咬舌头啊 八个小时以后 把那个张嘴器给他放掉以后 咬肌瘫痪啊 嘴巴 比不强 哎呀我们弄的自杀 一个做自杀房子 一个做毒品房子 你要他毒品藏在哪里 甚至无所不偿 今天不讲毒品了 自杀预防工作 不论做得如何完善 事实上 所有先进的国家 始终没有使自杀房子工作 使自杀死亡率下降过 尤之在二十四月大战以后 大家拼命开始做自杀房子 自杀房子 自杀房子 没有使自杀死亡率下降 没有使自杀死亡率下降 下降 你等于是要一个医生啊 要防止人死亡那样的事情 尤其在精神科病房 有人自杀死了 这家属就跑来了 说我这个孩子啊 就是有高自杀死亡率 死亡的可能性 所以我送到你精神科去住院 他又在里面自杀了 就好像是 我这个病人就是 有有心肌梗塞 所以我送到重症急救中心嘛 那他为什么在重症急救中心死呢 同样的是 重症急救中心是医院里面死亡率最高的地方吗 那就是因为这些人是 最容易死掉的人的地方 所以他死亡率最高吗 你讲我 我这句话讲的非常吊诡啊 讲的非常吊诡啊 我们人没有可能去把一个病人 他要真正想要死亡自杀 能够真正防止这个自杀死亡 我们最大的作为是什么呢 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疏忽 以及做些应该预防的意外 用住院啦 禁闭啦 监护啦 看管啦 都对自杀 没有任何用处 啊 现代精神医学院之父 Adolf Mayer 梅耶 这个在美国John Hawking 这医生 他讲一句名言 一个没有自杀事件发生的医院 精神医院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医院 很有意思啊 他说一个医院啊 如果绝对没有自杀事件发生的医院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医院 他说为什么呢 他这个医院呢 不是收了很多不该收的病人 就是 他 用了很不人道的方法来处理病人 这怎么解释呢 什么叫收了很多不该收的病人呢 什么环境适应障碍啊 神经质啊 绿病症啊 这种 这种不该收的病人 在那边天天疗养晒太阳的 这种人是不会自杀的 你就收了很多这种病人 他怎么会自杀啊 那种不会自杀啊 或者你就把 你要他都不自杀 全部打在 打钉子打在墙壁上 他自杀不了 就用很 很不人道的方法处理他 每个人都把约束在床上 穿着约束衣 用约束的方法约束在床上 所以他讲了 阿道妹啊 说一个没有自杀事件发生的精神病院 绝对不是一个好医院 所以大家就想像中 这个自杀防治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下一章 我的孩子就是因为有自杀倾向 送到精神病院为什么还要自杀 那我刚才问题已经讲了吧 我的孩子就是心肌梗散了 所以我要送到重症 重症急救中心ICU去 为什么他还会死掉啊 那当然会死掉了 那么不会死掉 那医生不是统统变神仙呢 那边的人比较有更多的经验来处理这个 或者我倒往来讲说 一个精神病人 你送给医生他有更多的方法来处理他的各种的症状 让他快点从痛苦的症状里面缓解 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同意 比如说一个抑郁期 你要一个抑郁期要缓解 起码要两个月以上 或者更久 你好好去治疗的话 好的医生可能 两到四周就把他缓解了 当然他有个自杀念头 三个月之内还是自杀那种高危险期 但是他起码那种高危险期的那个 比较得到缓解 双向症 他在照期预期 通通都容易治他 那一个好的医生呢 可能在 三周五周之内 就把他情绪比较平稳 我们可以把他这个 把他弄得缓解一些 你如果想象中 哎呀我送到医院去是把他关起来 这种大概就弄错了 现在医院都不 都不再主张关起来了 现在医院越来越主张 比较开放自由 比较有个更好的环境 因为禁闭 知道紧张 严肃气奔 反而增加反感 更容易制造自杀 我1981年在看美国的病房 已经是变成这样子了 病房的本身 就是 他给他安排了很多活动 很多活动 如果病人不志愿去参加这种活动 他不会催促着你 逼着你飞去参加不可的 不过他们有很多人员一直陪着你 在旁边要你去参加 我们为什么办不到这样子的方法 你知道他一个病房里面住了50个病人 病房里面上班期间的工作人员就有50个 几乎等于1比1 他整个工作人员等于1比2 对疾病病房 1比2或者1比3 他们把精神科病房化成 那个重症急救病房ICU 是叫5级病房 就是严重度叫5级的 精神科叫做4级的 所以他们精神科病房所配给的护士 是非常非常多的 你住精神科病房是非常昂贵的 他们需要非常多人 所以精神科没有要你装多少设备 他需要空间和人力 他需要有专业人力陪着你 我提供你这样的设备 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 我有人陪着你跟你谈谈谈谈 谈你要去干嘛 这是1980 不过我在1992、1993 我就看到美国有很大的变革 它有很多大的精神病院都不见了 因为他们经营亏本 就缩小到 几百床的精神病院 缩小到二三十床精神病院 或缩小到十几床精神病院 里面的工作人员还是非常多 住院费用更贵 他进精神病房简直是贵的 安贵的不得了 然后那个老的精神病院到哪去了呢 那用原木做的那精神病院到哪去了呢 变成公园了 精神病院到变成公园了 公园去干什么 那被轰出精神病院的病人 到公园去通通躺在地上了 现在的精神病房 讲究开放的环境 鼓励活动 我们逐渐走向这样的方向去了 活动空间越来越大 给你从早到晚都安排了很多活动 虽然我们现在精神病房的这个 活动的空间不够理想 不够让你活动 那么活动 中间当然也牵涉到人力的问题 他鼓励你活动 要配合那么多活动 要配合那么那么 那么多人 要陪到你一起活动 如果为了 只为了防范的 少数几个 一年我们病房里面 假设有三个人会自杀 为了防范这三个人自杀 极少数的意外事件 把整个治疗环境通通破坏了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损伤 把一个很好的治疗环境通通破坏了 然后大家都是紧张兮兮的 所以 还是在一个 适可而止的一个情况底下 不要说因为有一个人 走路摔了一跤 从此 这边打球不打了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好 下一章 大多数案例自杀前可能会有暗示 这个是 所有自杀的人 所有自杀防止的 通通会有这个 自杀行为是短暂的冲动行为 他这个 冲动 由于矛盾 一个困扰行为 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个医院来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开放晚上的急诊 其实命人经常晚上睡不着觉 晚上也是大家很苦恼的时候 家属都要睡觉 他不睡觉 这时候他就非常苦恼的时候 这时候他很孤单 脑袋瓜想了很多怪里巴气的东西 或者听到很多幻觉 这时候他就 出现很多仇恨 有很多冲动 出现很多犹豫 矛盾困扰 要让他去自杀 自杀念头源源不断 他 未必会 立刻付出行动 他面临生死要做决定的时候 脑子会出现做不做做不做 这时候他就会留一点讯号出来 就希望他的朋友啊 会给他一点救助 最方便的就是我们现在的 手机啊 电话啊 传点讯息出去啊 百分之二三十的自杀死亡案例 三个月前曾经看过精神科医生 甚至住院 我最近的一个病人 来看我门诊 来看我门诊 来看我的门诊 门诊看完以后 25分钟以后 从我的门诊 走到他的生化大楼 25分钟以后 从十楼跳楼死亡 就25分钟以后 打电话来问说 哎 某某病人是不是刚才在那看诊 我把调理 我把调理 翻翻 便宜试 在我这看 并且还前面看过好几次 但是 我从我算算 从我的诊间 要走到那生化大楼 大概走快点 十五分钟吧 走慢点二十分钟吧 走慢点二十分钟吧 就从我的诊间 走出去拿完药 走到他的那个 就是 就是 二十五分钟以后 能打电话来说 他跳楼死亡 就他三个院之内 曾经看过金神科医生 甚至租过院 你不要以为这些 通通案 这些都很保险 我的孩子 刚刚看过金神科医生 我的孩子 刚刚屁股院 你们回家就自杀了 下一张 越是倡导自杀防治的地方 自杀防治率反而增加 这是一个很 非常吊诡的地方 台湾要成立自杀防治中心 李明斌是自杀防治中心主任 我是副主任 我是副主任 我一去看了那个地方 我立刻就把副主任辞掉了 政府花了好几亿 在我理想中的自杀防治中心 因为台湾的这个 那个金神医疗网很好 我们有个网络 在我理想中的自杀防治中心 应该和这些网络连结在一起 不是自己在成立 几个自杀防治的电线 电话线 结果他去成立很多电话线 这电话线有 社会上有很多这个电话线嘛 救救我 什么地方 他又再去增加这个电话线 没有很大意思嘛 你约日去倡导自杀防治的地方 自杀死亡女一定增加 所以当时政府希望我们说 自杀防治中心成立以后 五年是不是我们自杀防治 百分之十五要变成百分之十 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呢 我们会做很多宣导出去 自杀防治第一步要做很多宣导 自杀防治自杀防治 你自杀 你有任何自杀的行为 就是你要去打自杀防治中心的专线 你要去做什么 会让大家过去觉得自杀是个丢脸的事情 是个stigma 闹印的事情 会把这个闹印的事情 给它弄掉 让很多过去啊 实际是在家里自杀死亡的 不报道 有没有听懂 在家里自杀死亡呢 年纪大的人在家喝农药死掉了 他不讲喝农药死掉 他这人呢 就是老的被心脏病发做了 但这闹印给他拿掉了 他会报道自杀防治死掉了 因为自杀死掉了 有没有听懂啊 就是不那么觉得自杀是很羞耻的事情 这个要我们一直要注意 在城市里面的自杀 为什么那么多 乡村里面自杀反而少 因为乡村里面 逻辑来讲乡村的自杀应该多 因为乡村里面很容易拿到这种农药这种东西 乡村很少 城市里面很多 是不是烙印的反应下降了 家属比较愿意报道他的自杀 还有这突然自杀死亡啊 这个都要有检查官去检查 这在乡村里面的这个 去检查啊 就比较 也不是说马虎啦 就比较 大家都是在一起的 哎呀这算了算了 年纪大了 我爸爸已经这个年纪了 你还要报他自杀呢 何必呢 就不报自杀了 只要没有他杀行为 就不报自杀了 另外一个就真的自杀死亡率增加了 但是有一件事事实 世界福利做的最好的 从摇篮到坟墓 本来是西德 现在和平叫做德国了 德国和瑞士 是世界福利做的最好的 从摇篮到坟墓 什么意思呢 你就从摇篮到坟墓啊 都不要发愁 他社会统统帮你养啊 他们宁可不要做工 薪水不够高 他们不做工 他们去领救济金群 从摇篮到坟墓都给想好了 他们的自杀死亡率是 十万分之四十到五十 一般是十万分之四十五 这很莫名其妙嘛 你不是福利做的很好 应该自杀死亡率要少一点嘛 结果 瑞士安德国 是自杀死亡 是社会福利做的最好的地方 结果他自杀死亡率是最高的地方 这个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五解 下一章 对自杀有些错误的观念 在不同的地方啊 对自杀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觉得自杀人是很可怜的 有很同情的 有排斥的 有些人觉得自杀这些人很蠢的 有觉得是可怕的犯罪的行为的 有一种觉得他们很勇敢的 有些人觉得很果断的 有一些人觉得是同情的行为 最近天天打开报纸还可以看到女文嘛 不知道你觉得它是什么行为 你从不同的角度看 都有不同的评论 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如果身怀七十亿的话 你要是不是 你要不要先把它花掉一点 再去把它 再去做些处理啊 所以 对自杀的看法 有非常大的差异 不过有一些普遍的错误的概念 第一个错误的概念 常常说要自杀的人绝不会自杀 错 百分之八十的自杀的人 曾经在自杀以前 说过他要自杀 百分之八十的人 要自杀的人 他在自杀以前 曾经告诉你他要自杀 第二个 自杀人 自杀常是突如其来毫无预兆的 错 自杀者常常会有意无意要表明自己的心意的 给你留两个遗书啊 给你留两个遗书啊 写两文信给你啊 告诉你啊 我们从此不见啊 第三 自杀的人都是决心想死的人 不对 不对 错 就是由于不绝的人 盼望有人来 盼望有人来救他 嗯 下张 第四个 一旦有自杀行为 一旦有自杀行为 永远 还会再自杀 错 自杀冲动行为啊 某阶段 发生 不见得 会再发生 非发生不可 第五个 自杀危机消除后就没有自杀危险啊 错 你要注意啊 有自杀 自杀后三个月内 都是自杀高危险区 这是我们常常跟病人讲不太通的啊 比如说我一个造奇症状下去呢 什么叫做造奇的症状下去呢 起码这症状下去要维持四周以上 叫做完全症状 complete remission 完全症状消失 我打个对折也要两周 病人等不到你那四周 病人等不到你那四周 他扛到病人赶快要扛走了 就回去就告诉你说 哎你看 我完了你看才没有 你看我才刚刚回家他又发作呢 抑郁也是 都要等到四周 那你为什么不开刀开完 从开刀完 拖出来你就赶快拖回家呢 为什么要在那个床上给我躺个七天呢 为什么那时候你会很听外科医生的话呢 所以你有自杀危险以后 这三个月 我这个病发生以后 好了 现在好了以后 我常常会告诉他说 你最好一年半 一年以后再出国 不要 我现在本来不及了 我就是要半年之年要出国 三个月要出国 他有个三个月内都是高危险期 自杀的人不是有钱人就是穷人 错 自杀非常公平 穷人 富人 各种阶层都有 年轻人老人都有 本来今天的题目就要我讲青少年期的自杀 没有这个题目 没有青少年期的自杀 只有老人的自杀 只有老人的自杀 老年人到六十五岁以后的自杀 特别是老男人 向往这种自杀 突然间增加了 原因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搞清楚 六十五岁以上的老男人 自杀死亡率突然间增高 社会各阶层都有 社会各阶层都有 这是非常公平的 有自杀的倾向 有自杀倾向的人 住进精神病房 不能绝对预防自杀 这我已经讲过了 精神病人自杀死亡率是一般人的一千倍 再强调这个 所以 精神病人的自杀 相当可能就是一个他的症状 如果精神病人告诉你他要自杀 你要不要想想他的病是不是在复发 好不好 如果说他今天是 在家里把桌子盘里都掀了 你想他大概复发了 他躲在屋子里三天没有出来 你想他就复发了 他今天到外面 出去回来买了两打口红 你想他大概复发了 他今天告诉你我要自杀 可能也是复发了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这时候你如果能够 跟他的医生联络一下 我收了很多很多的信息 我晚上要回答很多很多的信息 都是只给我一个信息 我女儿长胖了怎么办 那我怎么回答 我最近女儿不去上学怎么办 你能不能多给我点信息啊 为什么不多给我点信息 晓不晓得 多给我信息 两个一谈一问啊 他可能要付钱 无言以对 下一张 今天下午我就看了个非常 我今天下午看了一个 我觉得非常愉快的病人 来个孩子 小学二年级 被老师 不知道有没有医生 诊断为耗动症 这个 给他吃了耗动症的药 我不能问病死 发展死 我猜他 智商有一点偏低 略为偏低 略为偏低 然后 可能是属于我的双向症 因为你去做个儿童智商要花一千八 给谁要负担 给谁要负担这一千八都是有点痛苦的事情 并且我们的设智商非常准 设完智商刚好九十 就是 就是 智商的下限 小学二年级就早出来 智商九十 那么早 然后情绪有点 亢奋 我觉得 看出 九岁的孩子 看出这样子的结果 我觉得 心有气息也很愉快 今天也有个很不愉快的病人 就不讲了 下面有人讲自杀处理原则 你接到一个自杀的电话 不管视讯也好 视不讯也好 电话 只要他不是AI打来的 是人打来的 电话 你要想 每一句话都可能是最后一句话 你特别要注意他如果打电话来的 如果是言语不清的话 你要注意他可能吃了药了 你在这时候 你要脑袋瓜很清醒的 你可能随时讲的那句话就是最后一句话了 所以你第一句话要跟他讲什么 人生的光明面不要自杀 他说我想自杀 他说我想自杀 拿到生命线我想自杀 你跟人生的光明面啊 我听你声音就很年轻啊 不要自杀 跟他念点经 第一句话 和阿佑 你在哪里呀 最重要的第一句话 并且对于那个吃了药的那个人啊 你要声音还讲大声点 不然他就睡着了 不然他就睡着了 你在哪里呀 你在哪里呀 在哪里干什么 有人去救你呀 你在哪里呀 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Who are you 你是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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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句话 你有什么亲朋好友没有啊 你永远还要记得 你不是铁金刚啊 你要找社会资源啊 你能跟他谈多久啊 你谈的时候就准备 你同时要找社会资源啊 就是谁要接手啦 第三句话就是 你有没有亲朋好友啊 你有没有看过哪个医生啊 哪个医生可以提供你什么病啊 你同时就要找周遭的社会资源啊 不是告他人生的光明面啊 不是劝他不要死啊 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 才可以跟社会知识 资源体系连结在一起 你不是无敌铁金刚 自己可以弄他的 下一张 第四句话 言语不清的 你吃了什么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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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鸦片 马飞鸦片 马飞鸦片哪 他第一句话说 你在哪里啊 我在某某大楼的十二楼半只脚在外面 是吧 那你再多讲两句就没有了嘛 就是赶快找人去救他嘛 这不很重要的事情吗 我吃了马背鸦片 鸦片在医院里很简单啊 下一张 用了画红框框的那个叫 一个短销一个长销的药 去打那个药就可以把他救回来 那你没有那个药怎么办呢 倒回去 他们都很晓得 吃马背鸦片的药啊 叫做Shaking Me Shaking Me 摇动我 摇动我 扛着他 扛着他走路 走路 什么时候睡着了就死了 那时候他的眼睛呢 像个猫的眼睛啊 Ping-point contracting 收缩变成像一个猫眼睛 不是都中中变一个点吗 我的一个病人 中国国的小的 有一个很有名的石油 叫做 希尔石 壳牌石油 可白石油的台湾代理 台湾总代理 是个女的 她的男朋友是个老外 他们已经订婚了 准备要结婚 那时候台湾啊 还有很多好东西啊 买不到 要到香港去买 她就到香港去买了 到香港去买 她妈妈 有睡眠障碍 她就跟她约好 你要打电话 就晚上十点钟以前打来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 也没有什么什么机什么的 打电话来 比如电话桶 哐一响 但是你十点以后啊 我就为了把电话机拿掉 她的男朋友啊 就是过去曾经马飞成瘾 一个脑外 她就跑到香港去了 那天晚上啊 到十点钟 这卫文夫没有打电话来 那她就如期把电话拿掉了 以后她 这个卫文夫就死掉了 死在旅馆里 死在旅馆里啊 以后她去整理她东西的时候 她就发现十点以后啊 不知道十点 三分四分以后啊 打了十通以上的电话 打给她 没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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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死了 以后她就在南京东路啊 那边租了一个很大间的办公室 南京东路那边啊 就有个很好的窗子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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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啊 可以面对那个 二桑林那边 她的卫文夫的坟就埋在那里 久久难以忘怀 为什么她会这样子呢 她如果当时接了她的电话 她如果一直跟她讲话 一直跟她讲话 她先生可能 卫文夫可以 可能可以不死 听懂吗 并且她还可以接起另外的电话 打给她 饭店的服务生 她才不死 叫 shucking me 你要一直摇晃她 行行行行 你不能睡着 你睡着就完了 你睡着就完了 睡着完了 所以有没有吃特殊的药物 手上有没有致命的工具 有 我头还绑在一根绳子上 我吊在上面 能不能先把那绳子解下来 我一不小心滑下 我就吊死了 哎呀能不能先坐下 我们喝杯咖啡都好了 我脚在 我脚在12楼的楼梯 半只脚在外面 好累 风好大 我们到窗子里面来谈谈 这样子能不能把那死亡的威胁 先给她弄弄掉 然后这些弄完了 赶快找社会资源体系 再提醒你 你不是社会 你不是铁金刚 你不能一直耗下去的 靠下去你会死掉的 你只能设法跟她接触 如果她要精神病 赶快交给精神医疗小组去嘛 你不会处理精神病嘛 我儿子 我老大 先念了台湾的台湾大学 台湾最好的大学 到美国去念了NYU 念管理 管理完了 去念美国神学院 西门市神学院 也是最好的 念完硕士 念完硕士 回台湾 去做了三年的传道 他带那个小组呢 带得轰轰烈烈 从几十个人带到一百多人 你要带到一百多人里面 就有那种双向的人吗 我就跟他讲 他过来跟我讲 我说那个人过去叫边缘性 人格伟长 现在就叫双向 我说上帝没有把精神病 托给你照顾 精神病是老爸的 你不要抢老爸的生意 他说不 我们同工啊 分了几个小组 二十四小时照顾他 我说干嘛 他爸爸不管他 我说你管他 你就会管啊 管他 二十四小时看到他 天天很晚回来 有一天整夜没有回来 到早上 我要上班的时候 回来了 很沮丧的告诉我说 老爸 我的那个小组啊 成员死掉了 自杀死掉了 我说 我当口就回答说 活该嘛 上帝没有把那个精神病人 托付给你嘛 上帝把精神病人托付给我嘛 你为什么不把它转给我呢 你那么容易转的一个病人 你不把他转给我 他那时候老是嫌我 看病人很马虎 只有三分钟 他说我 他说我那看病很没有爱心 我很没有爱心 我可以把病人弄好 你很有爱心 你弄不好啊 我说他自杀死了 他爸爸也没出来啊 他出来了 他有精神病的 他是酒鬼 你怎么弄得好他嘛 他有时候还弄了一个病人 弄到我们家来 在楼下等他 赌鬼 后面欠了一大堆债 弄到我们家楼下来 他到我们家楼上来拿钱 我下去就追到那病人 追到拿车 追到他跑 我说你怎么那么蠢呢 他说他今天要还债 你要帮他还多少债 那今天失恋了 你要再帮他找个女朋友 一定要帮他做好转接转接的工作 那不是你的猜事吗 你是一个传道 你要告诉他上帝会拯救你 不是你会拯救他 如果我讲的太柯薄的话 希望上帝人赦免我 下一章 再下一章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自杀防治守护者 你第一个要有对基本的精神医学 各个系统的心理学 要有初步的了解吗 你这些都不晓得 你怎么去做自杀防治吗 他明明是个病人 你就不晓得 然后你就要去做自杀防治 他是酒鬼 你不知道酒鬼要怎么弄 你就是要去弄酒鬼 他有哪些精神症状 精神病理学 你都不知道 那怎么做吗 还有我们要记得下面几个字 sympathy empsy epathy 翻译成中文就 同情 领会 无情 同情也者 他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领会就是 我很了解你 但是我不是你 无情是 他是他 你是你 我们要处理个案 要他的问题 我很了解你 但是我不是你 我举一个很粗浅的例子 我们上学 在需要上学 上到三年级 就开始要到临床去看病人了 然后一人分个病人给你 我们课很忙 每个人分个病人给你 你天天有空的时候要去看他 第一个病人分给我的是小细胞肺癌 Oseal Casinoma 分给我的时候好壮 那病人好壮 然后逐渐的逐渐的就是 从胸腔科被放到那个 复健科去了 那肋骨断了 以后啊 他覆水很厉害 胸腔鸡腔鸡水很厉害 他没有办法睡觉 他一躺下来就淹死了 天天睡觉要做到睡 那时候我就看到 几乎每一天要瘦一公斤 不能吃东西 好壮的人啊 到最后我可以抱着 我可以暴动他 可以帮他洗澡 到最后他死了 到最后几天 我可以暴动他 到浴室去帮他洗澡 他死的那天啊 我好难过 我有两天不太想吃饭 我觉得 医院分给我一个病人 我就看到他就这么 凯克斯亚 恶病体质到最后死亡 好壮的病人 看到他 这样子就死亡 短短的一个多月 以后我越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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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病人啊 我们月初来把病人交班交给我 说这个病人很麻烦哦 他有背景有什么东西啊 我真的 感谢上帝啊 这个交给我 千万别死啊 到月底 我又交给别人 哎 你看 我又交给你 你看 我这一秒钟交给你 他还没死啊 对死亡的 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每个病人死掉 还要开CBC 叫做clinical pathologic 临床个案讨论会 conference 有些病人死掉呢 你就不知道怎么死的呀 怎么办呢 今天推到太平间去 今天晚上啊 就跟管太平间的讲啊 你晚上八点到十点啊 你先出去喝酒 那酒钱我帮你付 我要去给肝脏穿刺一下 肾脏穿刺一下 帮我那个病理报告怎么写啊 到太平间去 再把他从冰柜里推出来 拿个针头小挖两块 你揍手眉头啊 没有鬼啊 鬼都在你心里了 就是逐渐 我第一个病人死了 我觉得人好难过 到后来啊 对死亡已经 就是一个过程 听懂吗 就是我逐渐逐渐从领会 我走进领会去 我很了解他 但是我不是他 我们对自杀防止 一定要走进领会 同理心 不能无情 无情变成很酷啊 冷酷嘛 你很同情他就完了 你这样的病人照顾几个 下一个就换你死掉了 听懂吧 是否能够在自己处理的案例 不禁自杀死亡后 将资料整理整理 在十分钟之内 下个电话 下个电话打来 又是要自杀 你还能接 这个才是评估 你是不是自杀守护者的 最重要的原则 你如果前一个跳楼 跳下去了 死掉了 下个电话 你不能接了 那你根本 不要做自杀守护者 你不要看到你的病人 哇哇 两口吐血 你也觉得你自己吐了两口血 那就完了 所以我们需要有合格的督导 协助你发生的各种问题 最好我们还有怎么样 让自己成长长大 我们最好还有资深的督导 定期带着我们这些小奔友们 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们在临床做这些东西 有什么感想 所以为什么要做临床病例个案讨论会 协助大家成长 好下一章 自杀防治守折 六要 六不要 不要刊登照片 不可以刊登死人的照片 不可以刊登他的遗族 不要报道自杀的方式和细节 这些都不要细讲 那个你教人自杀吗 不要过分简化自杀的原因 他就是因为失恋了 所以自杀了 什么失恋了 所以自杀了 每个人都失恋过 每个人都失恋过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什么就是 他就自杀 没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化的 不要把它光荣化 那切物质长 光荣化 也不要 聪动化 也不要把它变成 宗教化 神仙化 不要给你过度的责备 六不要 当六不要就有六要了 报导试验人 与医疗问人专家密切讨论 聊报导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报导不要自己歪心 有办法报导 先跟学医疗的人 谈谈这样的报导 对不对 提到自杀时 用自杀死亡 不要用自杀成功 自杀还成功 自杀失败呢 只报导自杀相关的资讯 且不要把自杀的东西放在头版 放在内页 出现不用自杀 不用自杀的其他解决方法 另外就是提供自杀防治 有效协助的专线和社区资源 报导 报导危险指标 及可能的警讯征兆 你看他也留下这些这些这些东西 你们都没有注意 好不好 下一张 自杀是一个社会问题 不仅是个人家庭社会社区都会受到震惊 需要个人社会家庭政府一起重视这问题 是伤害到最小 自杀处理 重要的不是在自杀已经死掉的人 而是在自杀相关没有死掉的人 越是亲近的人 越需要安慰 早点让他走出自杀的阴影 为死者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为了安慰活着的人 下面那句话我还特别跟我 那个现在刚刚念完那个神学博士的那个老大 还讨论了一下 我自杀的人到底要不要跟他做点 那个 安息礼拜啊 要要要要 那是安慰活着的人 上礼 追悼会 超度 各种仪式 都是很有必要的 那是安慰活着的人 不要一杆子 统统把他们打进去 下一章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我们有没有能够多有点怜悯的心肠 没有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